我们看下,Bengenai Economy Modern 就比较新款的经济模式 当西方来到我们国家的时候 首先基本上它的特点就有这五个 第一个,需要很多钱 因为你需要很多的那些机器 第二个,你需要很宽的土地 因为你要种很多,你拿去卖才赚钱 所以Scarline Bersar就种很多 因为你要求的是满足全世界的需求 需要用到很多的人 跟最后Technology Modern 科技比较新一点 所以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题目时常问的 这五个一定要会 首先第一个,细讲的话 Modal,钱要很多 首先,我们看一下Polongan 挖矿那一边 在黄金啊,就Negelin Negelin Merayu 就我们马来西亚半岛这一边 挖黄金的就是Rauh Bahang那一边 在Sarangor有一个地方叫Patu Arang 然后挖Arang,Patu 就煤炭哦 Begitima基本上挖的地方 来去就那几个了,看到吗? Klan,Rauh,Songhai,Ujong,看到吗? 过后还有Lemba Ginta 就我们医保这一带 Ambang,KL这些地方都是有的 Begitima来去就是几个了 接下去就是 需求量很高 弄到英国甚至 弄了一个法律出来 一个法令去 管理Begitima的行业 有一些主要公司 就是Sarikat Malayan Thin Dragon 跟Goblin Consolidated 好,接下去 Sarabah Sarabah有挖王金 华人挖的 在Bao这个地方 过后 因为华人他一直罢工 一直咔嚼 所以到后面就转移 给Sarikat Borneo Berhad去挖了 基本上很多矿物钻集的到后面 都转去给Sarikat Borneo Berhad的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Antimony 也是在Bao跟古今挖的 基本上也是华人 直到后面还是一样 交给了Sarikat Borneo Berhad 因为华人很多石灰 他们都会挖 有挖Aranbatu在Satong 然后呢 Petroleum 是由这个 The Anglo-Saxon Petroleum Company挖的 过后 在米律那边 又发现到石油 弄了一个工厂去 去过滤 去体验它 所以你要搞清楚 Sarabah基本上 大多数一开始都是华人在做的 OK 挖Antimony也好 挖这个黄金也好 这到后面全部给了Sarikat Borneo Berhad Sarabah来讲的话 也是一样看到吗 华人挖黄金 OK Aranbatu基本上在Slim Popcorn这边挖 主要是拿来Export 我们的这个Pairup还有Sparang Bride 种这个甘蔗 所以出很多糖 OK 然后有种Coppy 基本上 Clapper Salvit Ubikayo OK 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重要 这是基本上 这个 种茶 在Cameron Highland 我们叫Cylon OK 很出名啊 当时很出名的 是由Sim Debi 跟Cutri 的公司种的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比较重要的是 这几个 OK 这个Lada Hitam 巴拉 Turbu 是在Pairup的 因为它出那个糖 对吗 还有这个Te OK 在Cameron Highland 这些比较重要 而Sarawad那边 就种很多的Lada Hitam 跟Sakumi OK 然后接下去 Saba Saba 种烟草 这个记住 Saba种烟草 是由这个London Borneo Tobacco Company 处理的 OK 记住它Saba种烟草 接下去 Gertan 由这个Gertri Sim Debi去Handle 还有这两个 基本上没有什么出名 好 接下去 Sarawad来讲的话 我们的Bluke家族 并没有让很多外国公司 进来去处理这个东西 因为它要保护 让当地人去做这个事情 主要是当地人做的话 比较便宜 OK 然后过后 是Sarikat Borneo Berhad 去Deberikan Kepernaran 就只有它 这个公司 才能够去处理Gertat 的东西 OK 所以你发现到 很多东西到后面 Sarikat Borneo Berhad赚的 而后面大股东搞不好 就是布克家族 接下去 Saba呢 Saba基本上 它在Sandagan那边 有种Gertat 在这个Taman Perchuban Kerajan OK 你看的名字就很明显 就是做实验的地方 OK Jeserton 是Busat Berhad Khan Keta OK 有贸易中心 Keta 是有这个 British Not Borneo Para Rubber 跟其他类似这样子的公司 去处理的 OK 看到吗 有这样多 其实你费一个就够了 接下去我们看 科技 科技一定要进步 不然基本上 生产的那一个效率会很低 比如说 马来州属 OK 一开始的时候 是马来人自己在那边 挖西米矿 Go是华人 Go就 有欧洲人 takeover 因为他们发明了 Tapagorex 挖土机 跟他们用hydraulic的方式 去挖那个BGT 都是Aerobar的公司 OK 所以他们的效率相对来讲 比较 我们讲什么 比较高 接下去 Saba 会挖Antimony OK Saba 就是Aranbatu 基本上都是 用更好的科技 来取代旧科技 OK 然后这些好的科技 都是Aerobar的人 所以到后面 他们就掌握了 这里的经济 接下去 Pertanian 讲到Pertanian 你就不能讲 不能忘记那个Getta OK 由这个H&Ritley 他发明了两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Teknik Dorehan System Iberdom 基本上就是 鱼的骨头基本上是这样的 OK 这是鱼的骨头 那他发明了 这个Iberdom 这种鱼的骨头的割橡胶的方式 OK 就是 这鱼的骨头比较特别 是这样的 The Valley方向的 所以到后面 他用这种方式去割那个橡胶的时候 橡胶树的那个寿命会比较长一点 但他也发明了另外一个就是 怎样可以包住那些Ana Ana Bokoketa 就是那些橡胶树的小树苗 OK 所以他可以运去很远的地方种 这样子了 OK 这个也是他发明的 好 接下去 沙拉瓦 学会了Process 黑胡椒 然后 跟Sakomi 沙拉瓦来讲的话 就是处理Keta 跟Dawun 等巴告 就是他的那个烟草 非常简单 没有什么特别 人手方面 OK 记住 因为需要大量的人 因为需要大量的人 来填补这些工作的空穴 没有人做工啊 所以带来了很多华人进来挖BGD 沙拉瓦也是一样带来华人去挖EARMAS 跟Antimony 沙拉瓦也是一样华人来挖EARMAS 这都是这样的 华人来这边都是挖矿的 接下去 印度人来Keta 种Keta 这个很简单 沙拉瓦呢 华人 从这个福州带进来的华人也是一样来帮忙种东西 Jawa人来种Keta 接下去 沙拉瓦 华人也有来种这个Dembakao烟草 OK 甚至多到一个程度 因为他们看到沙拉瓦人的华人 一直在那边 潮啊 所以到后面沙拉瓦聪明 他就弄了一个委员会 OK Lembaka Penaseya Orancin 是照顾华人的福利的 OK 所以在华人就乖乖听话帮他种烟草这样子 Skala Versa OK 一定是属于很大的量 而且一定是拿来export的 你看我们的BGT OK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Aerobar种这样少 但你看 慢慢越来越多 看到吗 然后接下去 华人一开始挖这样多 越来越少 看到吗 为什么 因为用的科技不一样 OK 接下去 沙拉瓦的 一开始才种500 到后面突然间变成31390 太夸张了 OK 几乎8倍 OK 接下去就是Miri Miri那里的Betrolium 一开始才5000多 过后就到140多千 OK 我们的这个BGT Mark OK 占了全世界55% 想象一下 我们这样小的一个地方 竟然是全世界55%的 这个BGT Mark的生产国 OK 接下去 BETROlium 讲到GTA 一开始才种这样少 最后你看600多千 看吗 差这么多 这边一开始的零头还没有 OK Glapper Ladahitam 跟Dembakau 也是一样太夸张了 然后这边GTA来讲的话 这样多地方种GTA 看到吗 OK 其实没有什么重点 只是告诉你Skala很大 那个量很大 Tana 这个简单 就是记住 在英国人的角度 土地 OK 是一个很贵的asset来的 OK 必须要有那些法令去维护它 管理它 马来人不care的吗 OK 围一起自己种东西 那个地方就是自己的 OK 所以英国人Ladahitam 彻底改变了这个东西 OK OK 他怎样管呢 OK 西方人国家来到我们这边 他教我们用西方的方式来管国家 首先第一个法律 在我们的马来州属那一边 他弄了一个 OK 这个是说我们的resident 他会宣布哪一些土地是专专给马来人的 不可以被卖 或者是被荡料 OK 或者是 就换别的拥有者 这样不可以 OK 但基本上来讲的话 很多人讲 OK 当时候英国人做这个东西 是因为他要保护英国人自己的钱罢了 为什么 因为这些土地 割出来给马来人的都是属于不肥沃 也不适合拿来种东西的 OK 所以基本上给了一个寂寞 OK 沙拉瓦来讲的话 就相对简单很多 就弄了一个land order 然后过后 这个land order可能有一点不complete 所以他们在这个land order下面再加多几张纸 里面是land settlement order 是基本上就是划分那些沙拉瓦的土地了 来保护当地人的那个权益 所以你看沙拉瓦被分成这样多种土地 你看到吗 OK 有Tana Chamboran Buribumi的 OK 土族的 阿达Buribumi的 辛巴南的 OK 跟Tana Adaraman 内陆地区的 所以他只是分土地罢了 OK 沙拉瓦的政府就觉得太过分了 OK 换回去 弄了一个Proclamacy San Berlindongan Buribumi OK 一样保护当地土族的权益 所有的土地买卖必须要经过Ketua Beribumi 就是你的组长的认可才可以 然后如果发现到有被骗或是亏本了的话 你甚至可以去Mendapakangandirugi OK 就你觉得卖便宜了 你够给他追回那个尾数是没有什么问题 是由Bugawai Daira去处理 OK 然后接下去 好 Buru Buru就是人手 OK 有两种方式带进来 System Contract 从中国把人带过来 OK 所有的这个旅费 食物 衣服 住的地方 都是由老板提供的 OK 很多华人被带进来 Wabijitima 而Kangani 是for印度人的 OK 带来是Wagata 因为Kangani 题目会时常问 Kangani的意思是什么 是阿桃的意思 OK 阿桃 OK 所有的旅费 跟这个旅费 基本上会包 然后来到这边 基本上 都来挖 中这个疙瘩就对了 过后 华人太多了 OK 英国人直接弄这个 Jabatan 明显就是管华人的东西 保护华人的权益 OK 过后他们还把这个 Ordine Buru Contract 这个法令给批准了 是保护华人的工人的 OK 而印度来讲的话 有一个叫做Dabung Immigrant India OK 甚至还讲 你从印度来的话 OK 从这个Madras来的话 你的那个旅费是免费的 帮你出买它 这样子 所以挺多福利的 保护他们 下去 很多的Jabatan 跟Agency出来 Jabatan就是局 OK 消防局警察局 OK Agency基本上就是代理 OK 代理 OK 基本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Jabatan Kerja Raya 你一看到Kerja Raya 是建马路啊 建火车路啊 或者是建一些建筑物的啦 OK 建桥之类的 然后过后就是Jabatan Pertanian OK 是想办法教会当地的人 怎样去种一些能够赚钱的农作物的 有做研究 有教你一些技术 下去 因为Kerja越来越多人要了 OK 他们甚至弄啊 这个Institute Penelitikan Kerja Malaya RM OK R-R-I-M 然后接下去就是 有这个Jabatan Pertan Tali-I-A 基本上就是 Walonggang OK Post跟Telegraph 就即兴了咯 跟Jabatan Kerja Tert-Api Tanat Malayu 这些都是 他们弄出来的一些Jabatan 这样子 OK 因为在这之前 马来人没有这种Jabatan的概念 对不对 OK 都是西方人带进来的 接下去 出现了一些很厉害的公司 我们叫做Sharikat Pouwakura 你可以讲是代理公司 但基本上它势力非常大 财大气数就对了 你看啊 这种公司 我们通常叫做Agency House OK 也就是说它基本上 包括一切金融的东西 它有自己的金融系统 有Mine Insurance 有自己的船 有自己的研究中心 OK 甚至做国际贸易 非常非常大的公司 比较构立的有三个 看到吗 Sim Debit 看到吗 跟这个Bowstick & Company 甚至有自己的Bank 看到吗 OK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叫Agency House Sharikat Pouwakura 非常大的公司 下去 出现了自己的System 可望案 它带进来这个东西 又金融的这一些系统 跟保险 OK 因为我们这一边太发达了 OK 发展到挺快的 所以英国人就在这里 弄了一个Lambaga Bersuru 叫要Wang 通过Odinand Park 我们有自己的钱了 就Wang Kertas Negeri Negeri Sla 我们叫做Dollar Sla 直到后面我们换掉 变成Dollar Malaya OK 这些就是它的样子 看到吗 英女王 过后有很多的金融体系 弄很多Bank出来 因为什么 因为你要有Bank 外国的那些Moda 资金才能够进来 对不对 还有Insurance 当时候Insurance 比较出名的 就有Royal Insurance Company TN1 Insurance Limited Commercial Union 非常出名的 而且这些Insurance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不是给当地人 或者是我们讲平民百姓的 一开始是要保护船的 因为船来讲的话 我给你一个example OK 可能有10艘船 OK 10艘船 他们可能算到每10艘船里面 会有一艘船会出现问题 OK 而这艘船出现问题的话 它就血本无鬼 所以到后面怎样 每一艘船 OK 我们不懂哪一艘船出问题吗 对不对 每一艘船呢 我们就要给可能1块钱的保护费 OK 保险费 OK 所以总共加起来就有10块钱 对不对 所以啊 你自己看下一个东西 如果每一艘船是带着10块钱的那个货 OK 10块钱的货 然后每10艘船里面会有一个孔跳 OK 其他会没有事情 这个10块钱就可以拿来保护这个 赔偿给这个船这样子 所以你就没有这样容易有损失 alright 这个就是保险一开始弄出来的concept 每个人都怕自己损失嘛 就给这个1块钱的成本 用1块钱 保10块钱 其实挺合理的 只是到后面 看到吗 insurance maritime 就航海的一些insurance 购财发展处 有人寿保险 意外保险 跟kebakaran kebakaran 是因为当时候发生了很够力的火灾 他们才觉得火险是很重要的 商业的 跟财务的 这些基本上就是当时候他们发展出来的一些金融体系 OK 来 我们看一下 Kesan economy 他用西方的管理方式过后 对我们经济有什么影响 首先 运输方面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建了火车 OK 当时候建火车路 主要是因为要运BGD 把这个北边跟南边的一些周数跟它连接起来 你记住当时候是拿来载货罢了的 不是拿来载人的 只是到后面 当英国人 take care了我们 take over了我们 整个Tanam 来了过后 火车才开始载人吧 OK 分三个阶段 好 接下去 在沙巴那边 一开始实在不够有这个火车 OK 然后呢 过后就是把Buford Jeserton跟Ternum 连接起来 主要是拿来运的大 OK 然后你记住 基本上所有的交通工具 OK 或者是我们讲马路 火车路 都是比较集中在Bandai Bharat的 OK 也就是大概在这里 西边 为什么 因为这边的经济活动属于比较强一点 OK 所以都建在这里 你不可能在没有人的地方 这个地方建嘛 对不对 接下去 沙拉瓦来讲的话 就是Bao跟Kucheng 会有这个火车路 运黄金 运Antimony 接下去 OK Jian Raya 也就是我们马路 马路一开始的时候 是联系KL跟我们的Clang的 OK 很明显就是要把这个BGDM运去马头那边 大城市过后也有 所以 因为这一些马路出现 结果是怎样 题目很喜欢问的 结果是怎样 有很多Betan Patan Baharu Deepuka 有新的区被开 比如说更多人住在那边了 很多商业区出现 OK 出现更多的这一些Bladan Keta 种Keta的地方 跟挖矿的地方 就开始慢慢出现 沙拉瓦来讲的话 比较可惜 因为太多山找着地带跟河 建马路的成本过度的高 所以只有一些短短的马路 OK 主要是在Kucheng跟Miri会有 接下去 沙巴来讲的话 还是一样为了经济效应 很多的马路都建在西海岸那边 Chaston Santakan Kuta Lahat Tattu 跟Dawbao都会有一些马路在 所以你会发现到 基本上马路啊火车路都会集中在一些经济活动相对比较繁荣的地方 接下去 Pengangkutan Udara Udara就是飞机 Lahat Tattu 就是船 在Negeri Negeri 就有Santakan Van Air Service 基本上是Domestic的Flight 就是Domestic 在国内飞罢了 没有飞去外国的 连接新加坡KL跟Vlao Pinang 你会发现到都是NMS的地方差不多 OK 只是把马路移去KL 接下去就是Straight Stream 这个Sharigat Strait Steam Ship 就是 蒸汽船 蒸汽船 运食物 运人手 运大的这些整的啦 这些机械 沙拉瓦来讲的话 就有这个Singapore and Sarawak Steamship Company 主要是连接Kuchin跟这个新加坡的 沙巴的话 就有这个Sharigat Pekaparan Strait Steamship 去负责这些船的东西 拿来运东西跟债人的 OK 接下去 马头来讲的话 Negeri Negeri 比较相对的比较多 冰城的马头 Kalaspatang Spatting Portisan 马六甲 新加坡跟Klang 以前叫做Port Swedenham 沙拉瓦来讲的话 就有这个Kuchin Rajang Binturumiri 你会发现Binturumiri 主要是Bactorial Kuchin 是因为有Antimony 有Hermas 而我们的Sharba 来讲的话 就有Labwan OK Kotakina Baru 还有这个什么 Sandagan 这些是主要出名的 接下去 Delicomunikasi 当时候他们需要通信 对不对 有通过记性的 有电报 有电话 同时也有Radio OK 马来州属来讲的话 Terigraf 基本上有连接KL 跟马六甲 这两个地方 OK 然后一样咯 记性也出现在KL 这一边 沙拉瓦来讲的话 为了让国家更容易管 OK 为了他们的经济效益 Kuchin跟新加坡 是有这一个电报的线的 OK 接下去 沙巴也只有大的城市 才会有这个Terigraf电报 跟这个Radio 这基本上就是当时候 他们的一些后果 OK 他们在管理我们 够带来的一些进步跟后果 OK 西方人 OK 来到我们这边 管我们 经济发展 对我们的社会有什么影响 基本上讲到社会 就是讲到种族啊 教育啊 卫生啊 这些东西的啦 OK 首先层次发展 OK 因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运输系统 都开始成长起来了 OK 波车路马路全部都出来 所以带动了很多生意啊 贸易的东西 很多大城市出现 比如说看到吗 KL啊 Sremband啊 就芙蓉跟这个太平 还有医保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 沙拉瓦那边来讲的话 就是Kuchin咯 主要是马来人跟华人 在里面住很多的那些 马路被建啊 很多的这一些政府部门 政府的Building出来 接下去 就是西部 OK 华人居多来做生意的 Miri是因为发现了这个石油Petroleum 沙拉瓦来讲的话 一开始就是Jeserton 也就是现在的Kotak Kinabaru OK 为什么会发展呢 主要是因为当时候建了很多的火车路 来运这个Getta 所以很多人都跑过来 所以这一边的人数变多 很多人移民过来啊 所以Jeserton 也就是现在的Kotak Kinabaru才发展起来的 OK 接下去 会出现多元种族的社会 因为英国人把很多种族带过来嘛 比如说第一个是马来人 马来人多数是住在Kampong 当然还有一些是住在城市 跟一些比较大的村庄这样子 然后就是做的东西主要是农业 抓鱼啊 或者是做一些小生意 也有一些是在银行里面做工的 或者是专业人士 通常都是在这一些私人公司 华人来讲的话 大多是住在城市 跟一些比较大的村庄 主要是因为这些地方的经济机会比较多 也就是说工作机会比较多 比较容易赚钱 主要是种东西 看到吗 他们有种拉大一档这一些的 OK 做生意啊 小生意对吗 做一些比较大的生意 OK哦 然后银行 OK 甚至在这个政府部门里面做高官 印度人主要是在佛拉当安 挖个大的 种个大的 然后种东西 诶 跟运输方面 OK 当然有些还是有在这个政府部门 或者是私人部门那边做工的 这基本上就是当时候的一些情况 种族的情况 教育来讲的话 出现了几种教育 首先第一个 OK 英国人其实没有什么打算 让马来人接受更多的教育的 基本上给他们学校是 让他们有一些基本的知识 比如说会读书 会写 会算就可以了 他不想马来人太聪明 下一句 Wena Kulachin OK 母语学校 OK 华人自己开自己的学校 OK 所有的这一些课程 基本上都来自于中国的 alright 老师啊 书本也是从中国带过来的 but 很奇怪的现象就是 其实在The Green The Green Serrat 也就是马六甲 不到平坦跟新加坡 华人比较倾向于把孩子 送去英校 OK 可能可以有更多机会 接下去 大庙 通过这个法令 也就是Ordine Bulu 英国人制定了这个法令 他讲 你把这一些印度人 从印度带过来 OK 你这个老板一定要建一个学校 给他们在那边读书 不可以只让他们做工不读书 OK哦 所有的书本跟老师都是从印度带来的 OK 当然还有听说是一些是老板自己教 OK哦 接下去 音效 音效 第一个音效就是Binning Free School 跟马六甲Free School这样子 音效大多数都是在城市 alright 然后读完音效可以去外国深造 甚至可以去这一个 国家的管理层那边做工 或者是做Certruderan 就工程师之类的 在政府里面可以谋到一个比较好的职位 比较高的官 然后接下去 英国人就有建这个 College Merayu Kuala Kang Sa 主要是拿来让这一些 贵族或者是王族的孩子去读书的 alright 然后读完出来 可以去做官 ok 在政府部门做工 ok哦 这是英国人做出来的学校专门给贵族读的 alright 过后还有这个 是拿来训练女老师的 是拿来训练女老师的 alright 因为我们的这个 马来母语校越来越多 音效也越来越多 所以英国人就做了这个 到现在还有的 ok哦 拿来训练老师的 ok训练老师的 Sarawan那边来讲的话 具有大概20间学校 是传教士建的 ok 甚至还有一个叫 Mary跟Terrisa的是给女生去读的 第一个学校 ok 就是我们的这个Skola Abang Kasim 这个马来学校 还有Gaumann Lake School 基本上在Kuching Madrasa Merayu 训练老师的 还有华校在巴乌这个地方 因为挖黄金嘛 ok 很多华人在那边 接下去 Sarawan咧 Sarawan有很多Christian去建学校 基本上建小学 OK Mary跟St Michael 然后也有女校的 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SBUB也有开学校 开马来学校 还是一样 只是让他们有一些 基本知识罢了 接下去 有医院 我们这边的第一间医院 是太平的医院 ok 现在还有的 ok 当然还有很多医院在别的地方 Selangon Bahang 有挖矿的地方 有挖矿的都会有医院的 因为要来医治 这些生病的劳工 alright 还有谁 ok 英国人过后还有建一个叫做 Institute Penalitican Probatum 研究药物的 ok 主要是去医治 当时候的矿工 时常有的Berryberry 跟Maria的疾病 很多的人通过这些 Penalitican 这些研究 过后开始没有用中药了 开始用比较先进的西医 这样子 这个基本上是科砂 ok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出名的人 比如说这个Yap Wan Seng 也就是我们的Jap Bitan 他弄了这个同行医院 到现在还有的 ok 就Budu那边 KLBudu附近 ok 现在变成妇产科 好 ok KLBu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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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还是一样 也有建他们自己的这些 这些大老板 有去建他们的医院 还有一些私人医院 都是由一些大公司 或是私人西方人建的 比如说 FE Mainers Contractors Sharic Card 重庆公司 Consolited Company 这些基本上 Team Mining Company 这些都是大公司 他们进来是拿来医治自己的员工的 ok 因为自己员工可能多病 alright 接下去 英国人就弄了一个Sanitary Board 主要是控制城市的清洁 还有卫生的 ok 直到后面Sanitary Board 可能工作太多了 所以就被拆开 到后面 Sanitary Board 只负责Keposehan 清洁 不了 Jap Bitan 负责卫生 健康 alright 沙拉瓦来讲的话 Kuching有这个医院 西部也有 Sharic Card Shield Oil Fuel Limited 也有自己的医院 你看到吗 这些私人公司 其实建这些医院出来 他们主要还是医治自己的员工的 因为员工一直生病 他们的公司就会出现问题 还有这个Hospital Raja Brook Memoria ok也是有的 然后 其实这种医院的名字 不用去背 懂它的用处就好了 Saba Villium Hope Treacher 第一个Garvernor 也是有建医院 在这些大城市 看到吗 都是大城市 然后还有Pahimatan Dispensary 药房 有建药房 在一些比较小的地方 你看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看过的 这些基本上就是小地方 不可能建大医院 对不对 建一个药房 来医治当地的人就可以了 ok 好 Pahimatan Dispensary 要有监牢 Pahimatan Dispensary 这个东西一开始是从Francis Light开始的 Francis Light得到了Pahimatan Dispensary 过后 就爬从印度的这些Pahimatan Pahimatan Dispensary 就犯人 全部放在Pahimatan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可以拿来建码头 建建筑物 建马路 建火车路 ok 他们是利用这些Pahimatan 这些犯人来建这些东西的 比较便宜 甚至免费 对不对 然后沙拉瓦也有自己的这个监牢 他们叫做Ruma Basong 在西部那一边 然后接下去就是沙巴 沙巴来讲的话 最早期 基本上在Santagan 有一个监牢 ok 他们管监牢的那个叫做Inspector of Prison 基本上就是警察长 ok 然后Kotawa Kotabalu 跟Ternum 也有一些比较小型的分家 ok 这基本上就是英国人对我们当地的一些影响 这基本上就是英国人对我们当地的一些影响 对